银鸭一圈顺秒苏米,苏米9秒倒地直接败北 大家好我是babybaby新人鸡蛋糕 想不到147拳图情报来了 本话标题10秒 上一块银鸭穿了衣服不热身进场 苏米过度热身 跳到银鸭面前后比赛准备开打 这块开头算翻等开始鼓声的时候 银鸭衣服提不起进冷裤美人的模样 简直和干利彩鸭长得一模一样有不由 苏米一如既往摆出像喷喷的四股架式 这10秒必秒一切的架式也过于普通了吧 相反银鸭不但过于冷漠冷静 而且还嚣张到将双手插入裤袋当中 是装裤还是要用那招呢 负责水叶术的十棍鼓手一个特写 两个特写之后鼓声一响比赛开始了 到即时开始即时 观众大喊大叫 过了整整一秒 先行动的是肥猪力士 苏米完全不观望 迅速踏步前冲了 而银鸭却完全相反 步调慢悠悠的 已经过了两秒 比赛已经过了五分之一了呀 直到第三秒 银鸭还只是向前走的几步 这身体这步调简直不是比赛 而是散步的风情啊 学老爸风韵游成散步四把 这一秒银鸭的手 银鸭紧紧插在裤袋当中 到了第四秒 苏米终于冲到银鸭面前挥手过来 一发游下网上的强力战手 就要打爆银鸭头了 实验处于第四秒 苏米的手离银鸭还有一段距离 到了第五秒 银鸭拉极为狂慢身体有所行动 在苏米攻击一面而拉着剑锋 银鸭在口袋中突然加速双手 发动了拔拳术 拳型不是一般的握拳 而是估拳 一种省去握拳时间 用手腕突出骨头去攻击对方的最快打击技术 直到第六秒 银鸭就用鞠壳估拳 成功接触到苏米的侧脸 接着还顺利划过他的下巴了 而被打中之后 苏米的三手还冲到银鸭嘟嘴的侧脸 突然银鸭脸高速夸动严重变形 是被打中了吗 此行此刻银鸭还在第六秒 苏米进入技能后腰 全力挥避将银鸭头打到消失了 银鸭是被打中了吗 不是 一旁的客室看出 银鸭即使转头使出效力跨解的冲击 没有打中啊 这是极高水准的拳击技术啊 发生一脸懵逼 而都不看到这么哈哈大笑了 到了第七秒苏米头部下沉 哼 到了第八秒 苏米猪头首先落地 被打成老圣蛋失去意识了呀 而时间刚到第九秒 观众心声宽哭 秒了 秒杀了 比赛在9点01秒直接结束了 不用10秒时间 苏米就被扔压一招秒杀 全场比赛只用了9秒而已 说好10秒内结束比赛苏米 果然说到做到啊 苏米 你真的很诚实 要莫到这是要谈谈结束了吗 本话结束 虽然是预料当中 但是还是看爽了 想起绑鸡蛋会尽快干出来的 就赞了 宝贝 轻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